宣化上人生平雨露是基傳,這一天晚間,很奇怪地就與著這種魔考,道德會的宿舍原本是一個房間,北方都是睡抗的,女人的宿舍和男人的宿舍,是連著的。 中間有一道木板牆隔肩,底下還有道縫,女魔來了,她從牆縫把手伸過來,非常不老實,我當時就知道,白天發那個怨,晚上就遇到這種魔考來試驗我,看我究竟能不能效法張亞軒,這真是不可思議,那怎麼辦呢?我不理她,她就退了,從這個我知道, 你如果有什麼願力,默默中,菩薩或者就來試驗你,所以不要說自滿的話,你們要切記,不要說,我歡喜什麼也不要說,我不歡喜什麼,隨時就會有境界來考驗你,總而言之,不要講沒有意義的話,上人在道德會時,有一位學員名叫蔡淑坤,有一天突然發狂,她的面色,聲音突然變得變, 大罵說,我是某某黃大仙,因為你們對我不敬,我特地來教訓你們,當時擔任蔣席班主任,理事長,會長的人,都被她辱罵,上人看她實在太胡鬧了,就對她立生地說,道德會是順應天理而建立的, 你擾亂道德會,就是違背天理,我現在要帶天行道,要懲罰你,絕對不容你如此亂來,上人話才說完,只見蔡淑坤露出畏懼之色,說,我就要走了,怪的是,她想要走卻提不起腳來, 她驚慌失措地跪倒叩頭,向上人求饒,說,請你發發慈悲,放我回去,我以後再也不敢來擾亂道德會了,上人說,你既然知道錯了,我現在就饒了你,如果你再來攪亂,絕對不客氣,你走吧,附在蔡淑坤身上的邪妹, 趕緊敗洩而去,蔡淑坤隨之也就清醒過來,從此以後,那兒沒有再發生過類似的事,上人自述,有一次,我做夢到一戶人家住,這家有兩個女人,老的大約五,六十歲,年輕的有二十多歲,我在北炕上,她們就在南炕上住,晚上睡覺,在像睡著又沒睡著時,這個年輕的有二十多歲,我在北炕上,她們就在南炕上住,晚上睡覺,在像睡著又沒睡著時, 年輕的女人就到北炕上,把我抱起來了,想往南炕她躺的那地方托,我當時心裡想,這是幹什麼,一定不懷好意,我問她,你想幹什麼,她也不講話,我想這大約不是人吧,就念起觀音菩薩,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,一念觀音菩薩,什麼都消失了,可是我被她夾得這兩邊肋骨,痛了一臉, 一個禮拜,你說這個夢是真的,她不應該後來什麼也沒有,你若說是假的,被她夾得了骨又是真的痛,我十五歲開始讀書,因為覺得幼年失學,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,是我這一生很大的遺憾,雖然自己沒讀幾天書,但是我很熱心教育,雖然只認識幾個字,書卻懂得還不少,所以在我讀了兩邊, 我讀了兩年半書後,十八歲那年,在自己的家裡成立義務學校,不收錢,竟義務叫人讀書,山裡邊是個沒有文化的地方,我在那裡叫義學,我叫那兒是蛤蟆堂,什麼叫蛤蟆堂,就是一道秋天,蛤蟆都鑽到石頭底下,搬開石頭,裡邊有很多小蛤蟆,據說那種蛤蟆是進貢的,那時候, 我一個人叫三十多個學生,天天陪著學生,做孩子王,為什麼我要做孩子王?還不收錢呢?是不是這孩子王很光榮的?也不是,因為我讀書很困難的,我很同情別人沒有機會讀書,當時中國教育不普及,文盲太多,我很希望所有中國的青年學子,在很小的時候都有機會讀書,令他們有像 相當的學士,所以我成立一個私塾學校,不求取任何的費用,每天義務來教這些文盲的青少年,我常在想,這世界為什麼壞呢?就因為,錢這個字,錢把各行各業都支配得顛顛倒倒,我想做老師視為教育而教育,不是為的錢,不是為的名,也不是為的力來教書,所以我就願意提倡義務學校,因為我喜歡教育學校, 我沒有錢不能讀書,就想到其他的貧苦兒童,也有同樣的遭遇,所以義務學校不收學費,什麼費都不收,我還給予背書本,值,筆,末,免得學生因為沒有錢,而不能讀書,我告訴你們各位,我有生以來,無論做什麼事都不要錢,就算幫助人多達的事情,也是盡義務,甚至於救人的錢, 也不求代價,我是這麼愚痴,所以我叫你們的,也是這麼一個愚痴的思想,記得大約十八歲,我在義務教書的時候,不知是氣候,還是什麼原因,山裡流行一種病,羊毛丁,很多人都生這個羊毛丁,人一著急上火,就容易生羊毛丁,說起來很怕人,發作的時候,令人感到很害怕, 頭痛得受不了,羊毛丁在身上,會突出一個像,火柴頭那麼大的小泡包,前七後八,前邊有七個,後邊有八個,你用火柴頭一炸,這個泡就塌下去,鼓起來的泡,用針一挑,那裡頭針有羊毛,你若認識,就用個椎子炸入包裡,然後往外一挑,再用刀把椎子上面的肉割斷,肉裡頭 頭沾了很多毛,毛也要割斷,傷口出點血就沒事了,如果不治,不挑破,病人一定三天就死,若有人懂得怎樣治,他很快也就好了,這個病就這麼厲害,我叫的學生,同在一天,就有十幾個都生了羊毛丁, 我即刻制都治好了,我很喜歡的一個學生性力,很聰明也守規矩,每一樣都是優等,我對這個學生很愛惜,所以我叫他做班長,這個學生最後也生了羊毛丁,當時我心裡有點著急,就上了火,我幫他挑完羊毛丁,他沒有事回家,但是我就病了, 頭痛得像要爆開來似的,我一看,身上前後都有小疙瘩,我知道我也生羊毛丁了,可是自己的刀不能削自己的刀吧,自己不能給自己治,旁人也不會治,於是我又發脾氣了,發什麼脾氣? 我說,觀世音菩薩,我是幫助人的,你不應該叫我也生這種病,我真要是一個對佛教沒有貢獻的人,我不治他,也不找人來給我挑,我就在這兒等死,我是現身佛教的,如果佛教不用我,我就生羊毛丁死了算了,如果佛教還需要我的話,我不治也會好的,這時候,頭痛得好像就腰裂成兩半那樣, 我忍著忍著,過一陣子就睡著了,過一會兒,感覺不能呼吸,憋醒過來,好像有什麼東西,在喉嚨這兒堵著似的,用力往外一顆,淨土出幾團子像羊毛似的東西,就這樣羊毛丁自己就好了,從那時候起,我知道自己,可以為佛教做一點事情,自己是屬於佛教的,後來母親有病, 我一邊教書,一邊服侍,母親貪了有半年多,我不知道母親是得了什麼病,她不能走路,也不能翻身,身上也總有一股臭的味道,我雖然是個男孩子,但是也沒有其他人能來照顧她, 母親翻身,拉屎拉尿,都靠我來照顧,我在那個時候,是不是很勉強地做呢? 不是,我很盡心竭力地照顧她老人家,那時我各處找好醫生,來治我母親的病,也治不好,在18歲那一年,我常常打二七,有時七天,有時十八天,甚至有三十六天,這麼一邊教學,還一邊打二七, 為什麼打二七?因為希望用致誠懇切的心,能夠感應到焦,願我母親的病早一點痊癒,當時有人傳說,被硬核有個狐仙在那兒顯靈,贈醫施藥,一千里地以外的人都去求藥,這個狐仙是什麼來歷 當日本軍隊到那兒住房時,這個狐仙原來就住在那個軍營裡,後來他把日本軍隊給黏跑了,怎麼黏跑的?想看續集的人,請別忘了按一個讚哦 所以請再次請再請一個 Been a